正義也許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今天要講一個 正經寧靜山區的重大案件 一名男子因為案子入獄 出獄後沒有工作 一個好朋友好心接納他 不但給他工作 還跟他合夥做生意 沒想到他竟然恩將仇報 還差點把好朋友家給滅門 接著消失無蹤 讓附近的居民是人心惶惶 就怕一個不小心 遇上了死神 到底是怎麼回事 接著就讓我們進入今天的故事 新竹鵝眉山區 驚傳連續槍響 三人命喪槍口 嫌犯消失無蹤 最後傳出冤魂託夢 只是破案線索 竟跟屋頂有關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鵝眉三師命案 我們把時間拉回到2006年的6月21號 時間是晚上9點多 一名越南籍的女佣正顧著家裡 這時候突然有一名客人上門了 說要找她的僱主談點事情 而這名女佣是認識她的 所以就沒有拒絕 最後這客人還在鐵皮屋內住了一晚 沒想到隔天中午這處鐵皮屋 卻突然傳出了六聲槍響 平靜的山區驚傳槍響 警方穿防彈背心鶴槍實彈 先在鐵皮屋前後觀察地形 隨即進入屋內 發現兇手已經逃逸無蹤 現場三個人倒臥在血部當中 有兩人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令人腹部重彈陷入昏迷 到達現場又發現 他在一樓的客廳 有兩個倒臥在客廳沙巴旁邊的死者 還有屋主叫李清一 他是在攀爬在我們鐵門的旁邊 然後腹部重彈 警方是立即拉起了封鎖線 大廳裡面是血跡斑斑 總共有三個人重彈 包含屋主李清一 腹部重彈 血流如柱 兒子屢劍中身中三槍 一槍打中了心臟 當場死亡 還有一個人是鄰居陳向三 他是胸槍慘遭打穿 也是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急診室的門緊急關上 醫護人員忙進忙出 搶救人命 主要是負負重彈 原警現場拖鎖不敢大意 由於重彈的靈性男子傷勢嚴重 緊急轉越 好 去放緊張 好 去放緊張 這要自己來掃 好 63歲的屋主李清一 還有義士被送醫搶救 而李家倖存的外籍移工 成了最關鍵的募集證人 可是他已經嚇破了膽 他拿兩槍踏起來 一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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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 兩把槍 兩把槍 昨天晚上就進來了嗎 進來了 昨天晚上住在這邊 住在這邊 就聽到他們吵架很大聲 他聽不懂 大概就發生被打傷 所以他就這個有報案 不幸的是 李清一雖然送醫搶救 但最後因為肝臟胰臟破裂 最後人士宣告不治 當他咽下最後一口氣前 告訴了警方 兇手是誰 他兒子 他兒子叫做李建宗 的一個朋友 又綽號叫準 所為的 我們目前為止的蛋殼 是找到五顆 全程募集的是 這名越南籍女優 是幾名員警緊緊圍住他 詢問整個槍擊的過程 他說開槍的洪姓嫌犯 曾經蹲過牢 是屋主好心收留他 在山區的果園裡 幫忙打工賺生活費 甚至屋主還曾邀他合夥做生意 沒想到嫌犯想拆夥 竟然撕破臉 那兩把槍把當年 收留他的恩人給殺害 警方找到兇手洪陳耀 在1991年的時候 因為性侵案入獄 出獄後沒有工作 走投無路 回到了新竹兒媚鄉 被兒時玩伴呂情依給收留 還自己改名叫做洪姓俊 89年這個嫌犯洪陳耀 因為性侵案子出獄 那被害人李清依的夫婦就收留他 請他在新竹縣的峨山坡 整理果園 然後也請他蓋度假的小木屋 然後也做土地仲介 後來被害人夫婦有賺了一點錢 那嫌犯認為錢分他太少了 所以雙方對這個利益的分配 抗法不一樣 就引花了糾紛 根據女傭的口供 警方大致還原了當天的情況 原來洪陳耀帶著兩把貝瑞塔改造手牆 為了兩百萬的投資糾紛 要找呂清依以及他的太太 張秀瑩夫婦算帳 沒想到隔天呂清的兒子呂建中 一回到家裡 竟發現洪陳耀住在家裡面 兩人是爆發了肢體衝突 而鄰居呈上山 見狀也是立即勸阻 而呂清依就在這個時候 趕緊打電話報警 起了口角 但是沒想到這個時候 洪陳耀已經早早 準備好了雙槍兩槍 這個時候 先朝著他爸爸開了一槍 這還得了 一中槍之後 已經身中槍槍 流起滿地 這個時候 這個呂清依的兒子說 拜託一下 我 你媽媽說了說 有什麼去忘記 我老爸一定就說 你是不是送便宜 送便宜 送什麼便宜 你不會抬喔 砰砰砰 洪陳耀朝呂清依開槍後 殺紅了眼 拉下鐵門 不過兩個人的求饒 繼續朝兩人射殺 而這時候 因為警方回電 來詢問鐵皮屋的狀況 洪陳耀就威脅了女傭 要她去接電話 回答沒事 否則也避了你 最後她是借機來拖延時間 自己則是從山間小路 逃逸無蹤 當天知道她是僵持的為什麼 還怎麼一回所有的事 沒有我想給她整治 不要已經太可憐了 不要再割嗎 因為她本身犯前不是黑道 也是沒有涉及毒品 在我們一般的追跡上來講 是有些難度 而沒三十命案 立即是登上了各大媒體的頭條 而洪陳耀就像是消失了一般 她不用手機 也沒有任何監視器拍到她 毫無線索跟足跡 讓附近的居民是人心惶惶 很怕 大家都很怕 很怕她 藏匿在我們這邊山上 不知道哪一天 不小心碰到她 會被她幹掉 她會怕 因為人會殺紅顏 對不對 對不對 一不做二不修竟然殺人 對不對 就是剃頭鬼 就是兄弟 對不對 我們這邊每一個人也知道 她是大流氓 李青衣被殺掉之後 她的老婆就是害怕 好 怎麼會不然我們 整個家人 一家家的人在 五個家人已經死了 死人家去了 這個時候 就開始 她不曉得怎麼辦 還怕這個 洪陳耀真的 巡線回來找她們 換話說 連你跟你們這兒子 我不要把你做點 把你抬掉 所以她那個時候 也一時不敢回到家裡 額眉那邊去記住 洪陳耀是下落不明 但她還有一個仇人 就是李青衣的妻子張秀瑩 她擔心害怕 自己會不會 就是下一個槍下亡魂 去哪都要警方保護 不敢回去了 每次她 回去拜拜 如果要回去拜拜 都還要我們 額眉分手的同仁來 保護她回去 以免她碰到這個情緣 被她埋伏被她槍殺 由於警方遲遲沒有進度 這個時候 卻傳出了一件詭異的事情 說張秀瑩 突然在有一天的夢境裡 夢到了死去的丈夫三人 一直告訴她 這件事情 你如果沒有做 警方是找不到 紅塵藥的 三人死在家裡 煙魂不散 所以我們怕健康一定 沒辦法破 兇手一直逍遙法 抓不到人 你也會一直心神不理 所以呢 你應該要怎麼樣 把這個房子 那是屬於鐵皮屋嘛 就把這個鐵皮屋拆掉 讓這個煙魂呢 能夠出去 這樣警方很容易 就可以把這個 歹徒啦 紅塵藥給逮到 打破 就是說讓這個 冤氣能夠出去 那有時候不然她被 被這個 有些某些磁場 她被困在這裡 她就跑不出去 所以變成說 她那三個煙魂 就沒有辦法出去的話 會造成沒有辦法破案 但警方這一頭 進度緩慢 不過專案小組 特地去了桃園大園 一處紅塵藥 曾經落腳的地方 發現她喜歡抽黃腸獸 會看報紙 而且愛喝罐裝咖啡 因此掌握到她的生活習慣 另外也發現 她有嚴重的糖尿病 必須每天施打胰島素 不過詭異的是 警方去清查 各大醫院的就義記錄 都沒有發現 紅塵藥的蹤影 難道她已經死了嗎 而警方拿著她的指紋 去比對各種無名師 卻都沒有任何發現 最後是把目光 放到了嘉義老家 紅塵藥的哥哥身上 掌握到幾個 比較具體的資料 我們哪一下 在嘉義部署一個月的時間 才把她的肉腳處鎖定 警方發現 紅塵藥的哥哥 平常抽的是養菸 但她卻會到超商 去買黃腸壽 報紙 以及罐裝咖啡 於是警方研判 紅塵藥存活的可能性大增 又清查發現 有一些王八雞的訊號 都是從嘉義老家的附近 撥打出來 於是避免打草金蛇 持續跟肩 比較特別的是說 她哥哥到下午的時候 會在門口拜拜 會拜拜 可能我們覺得 會不會她哥哥 是怕冤魂上她家 因為她弟弟殺了三條人命 所以她哥哥下午的時候 都會 都會像這個 天雙死核死 警方發現 紅塵藥的哥哥 實在有太多可疑的地方 先是發現 他把二樓的窗戶 用木板巧妙的遮住視線 讓警方的監視出現困難 後來又一次 他的哥哥外出丟垃圾的時候 警方隨即在垃圾車 挖出他們家的垃圾袋 果然發現裡面有胰島素 而紅塵藥的哥哥 並沒有糖尿病 在這個時候 關鍵的情報終於出現 96年8月6號的晚上9點多 我們專案人員用望眼鏡 因為在他哥哥家的對面 租了房子去觀看 確定看到 這新聞紅塵藥的一個長相 確定是他了 既然已經鎖定了紅塵藥 再來就是如何將他逮捕 由於警方忌憚他火力強大 避免出現了死傷 或是他舉槍自強 警方是放低了聲量 先跟紅塵藥的哥哥交涉完成 接著扶曉出擊 在睡夢中將他逮捕 刑犯他本身槍殺三個人 一定是被判死刑可能性很高 如果我們用 威捕了 可能發生槍戰的可能性非常高 甚至他有可能幾槍致敬 所以我們也選擇在早上四點的時候 他睡夢中把他查起大案 當時我們在他身邊的衣櫃上 發他的兩把手槍都已經上當 穿白衣的紅杏嫌犯就是去年六月 持兩把槍槍殺三條人命的嫌犯 被警方逮捕仍舊神情自若 警方為了抓到這名雙槍惡煞 兩棟埋伏在嘉義山區 趁他睡著時將他制服在地 他還以江湖口氣說 殺了他們三個一點都不後悔 在昨天的凌晨三點鐘 攻堅 在歹徒他還沒有任何的防備之下 能夠順利擒握到案 攻堅逮捕的過程中 警方最怕的就是發出聲響 驚動到了嫌犯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 出現了一個詭異的狀況 這個圍捕的過程 三間裡面夾著鴨狗 晚上就空窟地窟 風雨交渣 奇怪了 紅塵要躲在這個木屋裡面 竟然一點都沒有感覺 外面狗窟到案的窟 風落到病病窟 警方四肢幾名的警員 嚴警的巡警 已經尋現逮捕到他我常的地方 他一點感知覺都沒有 狗他對於這種靈性的東西 他特別的靈敏 他甚至可以看得見 所以他看見這個冤魂 或者看見鬼魂的時候 他就會吹高雷 這個是他特有的這種特性 真的是冤魂來助攻嗎 我們不得而知 但有一部分人是相信的 於是把警方認真辦案的功勞 一部分歸到這種 拆屋放冤魂的傳說上面 只能說信者很信 但據說其中一名死者老婆 這一年來經常在睡夢中聽見 有人對他說 把房子給拆了就能破案 一直到最近他聽從法師 和風水師的指示 真的把房子這前面一大片的屋頂 給拆掉 沒想到拆屋才六天 地上做法師的痕跡都還沒有乾掉 警方就已經找到兇嫌 他一直聽人家講說 那你那個屋頂沒拆開來 你兇手就抓不到 過後就被抓到 洪潛耀落往後坦誠不會 甚至毫無悔意 而他對還存活的 呂輕一的七小兩口 還抱持著極大的怨恨 即便他被殺人罪起訴 而在2009年的4月9號 判處死刑定宴 他仍不甘心 沒將對方抄家滅門 意識裡面 他始終認為被害人是對不起他的 他並沒有對不起被害人 因為他覺得說 當時讓被害人賺了錢 他為什麼沒有分給他 所以他覺得說 他並沒有對不起被害人 其實洪潛耀一直認為自己不會死 因為他有牧師一直跟他欠導 他也好像顯示出 好像一副懺悔這樣子 但這個人有沒有懺悔 這根根本沒有懺悔 他甚至於 跟他的義友 或者是貪心的親友講 哇 落地了也要抄掉了 就心理上還心存的惡念 前幾集在死球中德術的故事 我們曾經提到 費死聯盟在2006年的時候出手 替尚未執行槍決的40名死球 提出了非常上訴 以及大法官失憲 還把中德術從槍口下救回 創下了司法首例 還沒有看過的小夥伴 可以點這邊的資訊卡 去了解一下 而一直到2010年 大法官駁回事件案後 才重新執行死刑 而洪潛耀就是在這第一波 被槍決的死球名單中 台灣有四年沒有執行過死刑 法務部晚間突然宣布 部長曾永夫在28號簽署 死刑執行令 死刑犯張俊宏 洪成耀 張文衛 柯市民在晚間7點半左右 執行槍決 這四位被告並沒有在 申請書上面簽名 或者是蓋印章 或者是蓋指印 因此他的程序是不合法的 也就是他並沒有申請事件 我們反對死刑 我們反對死刑 反對國家自意殺人 反對國家自意殺人 張俊宏在4月26號 已經把委任書簽給我了 那司法院的大法官書記處說 5月3號之前要補證資料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法務部簽署他的執行令 我看不到所謂的慎重再慎重 就在死囚扶法後 廢除死刑聯盟 來到了法務部 遞交了抗議性 抗議政府是草率執行死刑 而裡頭不滿的令外界相當意外 是洪成耀的家屬 今天要執行這樣子 你一個國家 一個事實法 警官要執行這個 你幹嘛還怕人家知道 你既然已經繼承了事實 我們也沒辦法去求 對不對 他的求生意念也是假的 我們也知道 他終究還是要走這條 但是 要選得這麼早走 我們也沒有話說 問題是說 你這個程序嘛 所以今天他去找他談判 是要談財務結婚的事 你要把錢要還給我們嗎 結果畢不見面 而且又發生他這個小孩 來當我表哥 所以我表哥才 我個人才會拿槍開他 這個也不是最大惡極吧 對不對 照理說 也不是應該是他先執行槍槍斃 家屬的發言 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怎麼財務糾紛 拿槍殺人 好像理直氣壯 但不論如何 洪成耀終究是伏法了 為他的逃亡的日子 劃下句點 而在錄網之後 態度冷血的洪成耀 在伏法之前 當年的狠勁已經不復健 還得由法警搀扶步入刑場 法醫要他下輩子別再做壞事 他點頭微笑 突然這樣子幹掉三條命 我們每一個人 也會覺得那個對不對 任誰都一樣 對 覺得滿滿 認為他應該償命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大家對於這個恩將仇報的更生人 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有想法的小夥伴 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會盡量一一回覆 我是老Z 我們下期見